土城分局侦查对45岁的小队长吴梦点 昨天晚上主动加班处理毒品业务资料 但是在深夜十一点多的时候 却突然昏倒在办公室 综艺之后不治 因为他协办的磨铁枪击案才刚破案 现在突然去世 同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而吴梦点时常加班 是不是因为过劳猝死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深夜十一点半还在加班 但办公办到一半 侦查对小队长吴梦点摇摇头 突然重心不稳 从位置上跌落昏倒在地 其他远警发现赶紧先做CPR急救 不过松一号还是回天法术 如果我们有需要小队长他帮忙的地方 他都会帮忙 他个性很好 因为他其实他自己事情就很多了 那除了他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 他也会都会帮我们队上的同仁 双眼都哭肿了 警局同仁的不舍都通通写在脸上 荣誉榜榜上的名字还挂着 从仅27年光是嘉奖就获得一千多支 75梦点7号晚上9点就能下班 却加班到11点多 未婚老家在云林 住在警局宿舍 主要负责毒品业务 一周都会加班个四五天 协办的土城磨铁枪击案 也才刚宣布破案 信头的重担才刚放下 没想到却突然离世 警局也承诺会替他争取最高抚恤 他都是协办相关的资料调阅 可是他是负责毒品业务 他自己基于自己责任心 所以常常主动加班来整理相关的工作 我们要报请全序部来核定 阴公死亡 那这个抚去军大约在八百余万元左右 另外行队员通通列队准备替吴梦点送行 医生初步判断死因是主动卖剥离 但确切死因还是要等检方相验遗体后的结果才能得知 只不过以警局为家 却也在警局岗位上过世 这样一位优秀的警察骤然离去 也让家属跟办公室同仁都难过的无法接受